我們現在來示範怎麼樣開生蠔 那首先先觀察一下生蠔本人 通常備註的位置都會在三分之二的地方 所以就看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 從三分之二的地方再觀察一下生蠔臂頸的位置 然後從三分之二的地方用生蠔刀戳進去 後來就看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後再觀察一下 從三分之二的地方 像一般三分之二的地方 和在三分之二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